从祝地上说 第一个是地藏菩萨 我们从哪里下手呢 从地藏菩萨下手 慈地的静中学会 最近买了一个会所 有了地了 世俗世纪一切法 你没有土地没有场所 你什么也办不成 自己一个人呢 也要有个小小的家了 也要有一块地方能够落居了 地是最重要的 而地藏菩萨 它所代表着 这个地是新地 藏宝藏 我们知道 我们一个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 你离不开大地 我们要依靠它生存 一事住行都要缅迈大地的物产 大地寒藏无尽的宝藏 我们持之不尽 我们持之不尽 用之不解 佛教我们修学 首先要从心地上下功夫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 本性里面 有无尽的智慧 有无量的不能 那就是你心里面的 所含藏的 这是自己心性里头 本来具足的 虽然自信 有无量的智慧 的能 我们今天的智慧 的能 好像丧失掉了 变成了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而佛教我们修 我们的智慧 都能跟著佛菩萨 没有两样 这个能力 丧失 虽然丧失 佛教我们修 并不是真的失掉了 怎么失掉了 你一失 如果你修了 这个智慧 都能就优先前步 又恢复了 迷了啊 迷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先不要探讨 迷的理论 为什么迷的 那个讲起来就很深了 迷的样子是什么 妄想是迷 分别是迷 执着是迷 我们现在真点 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大妄想 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迷的样子 决的样子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 那就是绝的样子 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真心理念 我们人人都有个真心 真心里面呢 没有妄念啊 有妄念的这个心呢 叫妄心的 那个心是真心 真心里头有了妄念 所以就不叫他做真心 叫他做妄心 真心是理念的 我们修佛没有变得 恢复真心而已 也就是 修佛第一个目标 是把我们心地的宝藏 开发出来 佛华不是向外求啊 这个大家千万要记住 佛华向自信当中寻求 所以佛华是心法 在古印度 佛舍称为内明 印度在古时候 把这个修科也很累 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 它分得简单 分为五大科 谢谢大家